书友们,大家好,我是小泽 今天来写下行云流水 这句形容书法的成语 两个撇笔,一长一短 最后一个竖工呢,是决定这个字的一个笔画 写得好写不好就看这个笔画了 行云 云字呢,我也是之前强调过了 它是一个上宽下宽的一个字 很多人之前 说我这个流字呢,说少了一点 在书法里面,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,今天的特意 特意加上了一点 尽量写这个流字的时候,这一笔呢,不用太长 最后一个字呢,是有些人觉得很难把控的一个字 是水字 有些人觉得很难想到 没有太长 好 今天呢 这几个字呢 行云流水 我们经常常听过的几个字呢 就写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点赞转发还有收藏 我们下期呢 再会